三个月的四类药库存一周内用完 发热门诊最高日接诊量达平常的10余倍 医护人员退烧之后立即返港 12月上旬以来 成都市各级医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冲击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徐晓梅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2月以来 医院周边民众发热越来越多 发热门诊日均接诊量迅速攀升到平时的10余倍 12月15号 高峰来临 发热门诊接诊量达到1767人次 医院发热门诊的接诊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 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 我们医院给予了发热门诊大量的支持 然后是调集了大量的骨干人员 到我们发热门诊进行一个支援 然后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是二十几个 然后在我们接诊量高峰的时候 我们工作人员达到了接近六十位 然后我们的诊室也从原来的两个诊室 开到了六个诊室 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 许晓梅说 许多医护人员同样面临着新冠感染 但职责所在 不少医护都在退伤后立即反感工作 除了扩充人力 对发热门诊的流程优化 同样是这所市集医院的重点 另外发热门诊进行了一个流程的优化 现在我们是派医生和护士 在他的大厅等候的时候 挂号的时候 就对他的病情进行询问 优先保证了老人孕产妇和危机重症的救治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次过程中 没有耽误一例患者的救治 同样受到冲击的还有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 据介绍 12月以来 该科室每位医生每日门诊量在100人左右 在门诊的同时 还要随时参加会诊 每日需要科室参加的会诊超过100个 该医院副院长桃宏梅表示 面临冲击 医院进行了全院统筹 从内科 外科 重症医学科等科室 均抽掉了一部分人去发展门诊 急诊 同时组建临时应急病区 目前医院共有应急床位398张 全部注满 我们也不建议在高热的时候坚持工作 因为医护人员也是需要保存实力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要应对这一波的医疗应急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要面临 就是接下来的元旦节还有春节 这些可能出现人口流动的时候 我们医护人员还要有序的进行一个协调 保证我们病人的救治 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 药品保供被受关注 该医院药剂科主任周后奉介绍 根据疫情形势研判 医院从7月起就按照三个月的常用量 储备了感冒药和退烧药 但新十条发布后 相关药品急需量猛增 超过平日量的6倍 这些药里边有感冒药 有退热药 特别是兑一些氨积分 这个药品非常的特殊 所以我们兑一些氨积分 就一定要保证我们发热的患者 领服或者是特别小的这些小孩子 一个应用 这类药品特别是在前期 需求量比较大也好 医院和科士都针对这类药品 进行了梳理 一个是加强了一个保供的量 加强储备 同时对每天的使用量也好 包括险有苦诊量 每天进行动态上保 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急诊科床位上 数十位患者正躺着西洋 其中大多以老年人为主 该院急诊科主任海涛说 当前来急诊就诊的患者 需要救护的70%到80% 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而床位总是有限 急诊只能选择紧急治疗方式 而在重症医学科 58个床位每天都是满负荷运行 科室主任王平表示 有限的人力资源 此时必须用在刀刃上 大部分患者是呼吸衰竭 重症肺炎 有些使用呼吸机 已不能维持生命 需要使用ECMO进行生命支持 是从死神手中抢命 医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说把病房扩建 扩建我们的重症三病区 还扩建了其他的应激病房 包括增加一些设备 增加了服役机 我连今天都得到位